十二星座超妈咪 水瓶座 露露 简单 幸福的家庭 水瓶座的瑜伽老师露露 漂亮有气质 虽然她的工作忙 但是仍然可以兼顾家庭 和老公黄仲坤十分恩爱 也是儿子乐乐心中最棒的妈咪 快来看看她的育儿数吧 先来听听露露对星座的看法吧 我是水瓶座 那可能就是 我自己本身的个性也是蛮喜欢 就是自由 然后比较随性 然后喜欢有变化有创造性 露露和射手座老公黄仲坤 都是怎么相处的呢 我跟我老公是非常爱好自由的人 所以我们还是会在婚姻里面 去偷偷有自己的自由 就是例如说我们会轮流出去旅行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们自己会有一段时间是 例如说礼拜五晚上 我们就会固定把小孩 送去妈妈家 然后我们就是会有一天的时间 是我们自己单独相处 约会的时间 我们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 所以礼拜五我一定会把小孩送去 露露觉得天秤座的儿子个性如何 她很坚持 例如说她很喜欢玩乐道 那她一定要很多东西 就是她一定要非常的准确 帅吗 你觉得你很帅吗 有没有 你觉得你比较像是谁 他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相处呢 因为通常我觉得小朋友会大长大当 是因为 是因为你不够坚持 就是让她知道说 你这样子 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你什么时候会多 你应该晚上 就是要睡觉的时候 把这小弟快放 你就一直这样 睡觉 扣了来 那天又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她本来拼好的东西 就是整个又 又风华了 所以她就觉得说 她失败了 她想要再把她弄到好看 她才可以去睡觉 那这时候就继续引导 她就说 好 这个部分我可以帮你 因为如果我不帮你的话 你就会帮她睡觉 有什么特别的互动吗 我们很喜欢肢体之间的亲密 跟碰触 爸爸很爱跟她玩肢体的游戏 可是我的话是心情 要她爸爸喜欢跟她玩什么 摔了伸去背了 对于乐乐 鲁鲁有什么期许吗 我先从大方向去 让她各方面去发展 那我不会特定去 让她去培养什么 那我 那我会尝试 就是我尝试 大概去上个音乐课 我觉得我都让她去试 可是我觉得最终 她一定会找到 她自己喜欢 跟她自己适合的 鲁鲁会想要再生一个小孩 陪乐乐吗 自其自然 如果有一天 因为目前我们总很忙 然后爸爸也觉得说 好像如果再来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还要再 就是那个 手忙脚乱的 不过我想要弟弟不要忙 因为他说弟弟可以跟我一起玩 一个小孩子还是会比较急 鲁鲁觉得自己家 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简单的生活 其实比较容易幸福 就是我们家 是简单而幸福的家庭 我们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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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鼻子甲 然后呢 打鼻子甲 好 下来点 不行 你不能起在我身上 这样子我会点倒 甲 我信任我不会起下去 为什么 你不是已经起在我身上了吗 应该 我是怕这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